世界维吾尔代表大火鱼 10月9日在德国仪徽大厦和总理府之间的岛路上启动了魏七五田的仪 维吾尔种族灭绝为主题的施营展 新疆禁防档案中处现的东都决斯坦基中英欲南哲照片陪列在两座重要的政府大陆之间 引起了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注意 10月13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在德国议会发起了承认维吾尔装作灭绝活动 德国议会在2021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位反人类罪 但并未成其为种族灭绝 中国正船建立了临世上最大的鼠子独裁正船 近年来一直在大理投资五级网路 以加强对东都决斯坦人民的控制 据了结 中国在东都决斯坦检视了三万多个五级旗战 据中国官方天山望2022年10月11日消息 所谓新疆统新官员局 宣布近年在给地区投资16.51元人民币进行五级建设 建成一万多个五级基站 根据一份新的报告 中国已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城市 开设了熟识的所谓的110海外金武服务中心 其中一些被用来抢迫 现疑人反复中国面对形势制空 这种做法违反了《传球印度法》 人民担心这些网络可能被用来针对犯罪现疑人的同时 会被用来针对持不同 《政见者》报告的作者说 用于追踪现疑人并讲其聪徽中国的关键方法 设计所谓的《传凡行动》 这可能包括追踪目标人在中国的家人 一并通过恐吓、骚扰、拘留或建警等手段 向他们拖鸭、护士他们说服家人资源返回 这还涉及在在线解禁目标人 或者通过国外的博地特工解禁这些目标 以威胁和骚扰现疑人资源返回 塔利班宣布他们希望恢复从阿富汗北部巴达赫上城 到中国的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 为给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共性 塔利班发言人 扎比乎拉、莫加西德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的区域交流的挑战 与基于会议上发表讲话 表示 中国在阿富汗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为其以前的正式访问的一部分 托尔基外交部长加乌斯奥罗率领的代表团会建了 位于蒂利波利的民族团结政府 加乌斯奥罗在蒂利波利与利比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 尼克拉、曼谷时举行两核新闻发布会 宣布 托尔基与利比亚前述了 谈情化合物领域的谅解被网络 据报道 两国建树了从美提到能源合作等许多领域的卸议 希腊、埃及和指持替代政府的 以动部位中心的利比亚议会对这些协议表示反对 周五朝鲜再次发射一米短程导弹 此前施加军级飞金 朝鲜边界令汉国斩机升空 朝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其最近的导弹射言是仿邪措式 朝鲜在过去两周内发射了八枚导弹 适约此日发射的导弹是 自2017年以来受册越国日本东北部并将落在太平洋上 这次第四周